打开微信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说起顶尖的奢华性能SOV 你一定会想到兰布基尼的Urus 但巅峰寂寞的日子难免会有些孤独 很快它的对手就会来了 今天阿斯顿马丁DBX在北京英国大使馆全球首发 现场光照条件比较有限 简单带大家看一眼新车的样子 DBX的设计风格总体上走的还是马丁一贯的设计语言 比较有心意的地方是在前脸的下面这里 有一个环形的LED日间行车灯 这是之前的跑车线上看不到的细节 侧面的整体造型还是很流畅和优雅的 符合马丁的气质 它的尾部是介于溜背和常规造型之间 仅从颜值上来说我认为是非常漂亮的 给颜值加分的地方还有两个点 就是隐藏的门把手和无矿车门 这都是很有跑车感觉的一些细节 而且它的玻璃是双层的隔音玻璃 这么贵这么豪华的车 隔音降噪一定要是做的比较完善才可以的 它的轮圈尺寸是22英寸 造型非常的复杂 是一个金灰交错 一个很有设计感的一个造型 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轮胎的宽度前面285后面325 它是一个以后驱为主的4G系统 尾灯是流畅贯穿的曲线 并且这里是微微上翘的 整个尾部就没有其他更多余的立体造型了 是比较圆比较平滑的一个感觉 但是下方是有很粗壮的排气口的 其实这台车作为跑车品牌 最有性能车感觉的角度 恰恰就是它的尾部 后备厦它的地台是有些高的 容积不是非常宽裕 不过我想这台车的定位 应该也不是用来给你拉货的 所以后备厦要做的精致体面才行 它的两侧都有按键 分别是用来控制后桥悬架的高低 以及后排座椅的放倒 非常的精致 一看就很英伦 内饰整体是一个深浅的搭配 整个车厢内基本上全都是皮质的包裹 这个用料已经可以说是奢侈了 那中控台这里是很有阿斯顿马丁的感觉的 上面按键换挡 下面是多媒体的区域 这里有两排的控制区域 那它的多媒体系统呢 其实就是奔驰的Command系统啊 这个操作的区域 我们也是非常的熟悉 整台车的内饰氛围是很有英伦感觉的 它点缀了一些金属的元素 再配上这些高档的石木 真的非常非常的奢华 那座椅坐上去也是很舒服的 皮质一摸就很细腻 这个级别的车型 在这方面是绝对不能掉链子的 后排腿部两拳的空间 我会觉得坐在这样一台车上 量空间其实会有一些不得体啊 上面的全景天窗呢 是非常透亮的 直接延伸到了这个区域 中间部分是有凸起的 前面是独立的空调和USB的充电口 那么拉下扶手看一下 会比较简单啊 并没有特别多的功能 也能看得出来 这台车是以前排驾驶者为主的一个定位 它绝不是行政的感觉 那这台车在现场 我们了解到的信息 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我们知道它的动力用的是 V8的温轮三发动机 550马力700牛米 除此之外呢 多余的信息就没有公布了 我知道你们一定都很感兴趣售价 其实我也是 但我猜呢 应该是在280 90万左右吧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啊 希望这台车呢 日后有更多的信息透露出来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的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徐超 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记得分享哦